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咱们来说说人型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这个话题 作为文科生 我只能从应用的角度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以及某些忧虑 人型机器人的研发和市场化 中国和美国都走在世界最前列 特别是市场化方面 中国是领先美国的 但是在人工智能的研发方面 貌似现在美国稍微领先中国 最近瑞士的广播电视台 报道了当前世界人型机器人的发展状况 其中重点提到了中国 据称 目前中国有三家较为领先的人型机器人公司 他们分别是开普勒人型机器人 语术科技人型机器人 优必选科技人型机器人 在市场化方面 他们也走在世界领头羊的地位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家瑞士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中国向市场推出首款人型机器人 中国对人型机器人有着雄心勃勃的计划 并希望在今年开始大规模生产 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梦想着有人型机器人 让日常生活变得更轻松 并与他们作伴 这个梦想的实现比你想象的更近 世界各地的制造商都在起步阶段 而中国公司走在前面 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 就展示了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 在这次展会上 共有27个人型机器人亮相 除了美国制造商特斯拉的陈天柱之外 所有参展的机器人都来自中国公司 语术科技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家来自中国南部城市杭州的初创公司 是全球首批向市场推出人型机器人的公司之一 语术科技于去年5月推出的G1机器人 计划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批量生产 人型机器人即将上市 售价14000瑞士法郎 据语术科技公司市场经理介绍 已经从瑞士和其他国家收到了第一批订单 最初特别是科研机构 很可能会购买我们的机器人 来测试他们自己的软件 多家工业公司也对使用人型机器人进行简单的装配 或流水线作业表现出了兴趣 借助人工智能 G1可以独立完成 敲核桃等简单任务 一个机器人的售价为99000人民币 这相当于1.4万瑞士法郎 价格相对便宜 语术科技低价流之一是因为它的体积 G1身高仅为1.3米重35公斤 中国是最快把人型机器人市场化的国家 语术科技并不是唯一一家进入市场的中国公司 开普勒和优币选也宣布打算在今年开始商业销售 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型机器人市场化最快的国家 美国与中国一样在开发人型机器人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市场投放方面却落在后面 例如汽车制造商特斯拉最早要到2025年年底 才能将其多功能机器人陈天柱推向市场 机器人先驱波士顿动力公司 也尚未宣布其Atlas开始批量生产的日期 政府支持和供应链优势 中国的发展速度绝非偶然 而是由中国高层推动的 中国政府将机器人技术视为一项关键技术 李强总理在参观世界机器人大会时解释说 机器人产业前景广阔 市场潜力巨大 机器人是技术创新和高端生产力的重要标杆 根据中国政府的官方路线图 人型机器人将于2025年开始大规模生产 人型机器人最早应在2027年融入实体经济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 中国政府正在大力补贴国内机器人产业 中国企业从国家补贴中受益 可以积极投资研发 但是推动这一步伐的不仅是政府补贴 企业可以在一年之内在中国开设工厂 他们可以在中国采购机器人的绝大部分零部件 此外中国拥有14亿人口 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 人类仍然优于机器人 即使第一批人型机器人很快上市 人类也不会那么快被取代 机器人可能拥有更好的组件 但他们能做的事情仍然非常少 这是瑞士苏黎士联邦理工大学 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 罗伯特·里纳教授在研究中将27个人型机器人 与人类进行了比较 例如由于拥有摄像头和麦克风 机器人的视力和听力都远比我们人类好得多 但在伸手拿取不同物体等复杂动作方面 机器人却远远不如人类 罗伯特·里纳在他的研究报告中写道 任何人型机器人都无法与人类动作的灵巧性 和多功能性相媲美 要让机器人完全自主地执行 比如说照顾老人或打扫房间卫生等基本任务 还需要一段时间 罗伯特·里纳认为 人型机器人将首先进入工厂车间 在那里工作环境没有那么复杂 也更容易控制 语术科技的钱先生也警告说 最初不要期望过高 人型机器人在全球范围内 仍处于起步阶段 尽管如此 市场投放还是有意义的 钱先生说 这也是为了测试市场了解需求 有一天人型机器人比人类还多吗 这个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 但正朝着数十亿美元的销售额迈进 DP试点项目正在进行中 宝马 梅塞德斯奔驰和特斯拉等多家汽车制造商 目前正在测试使用人型机器人 美国投资银行高盛 预计到2035年 全球人型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380亿美元 特斯拉创始人埃罗马斯克预测则更进一步 在其公司的上一次年会上 他宣布总有一天人型机器人的数量会超过人类 好 朋友们 瑞士广播电视台 他的报道就此结束了 出于好奇 我浏览了语数科技公司的官网 我们可以看到 在合作伙伴中 赫然列出几乎全是美国及其盟友的公司 老实说 我马上有不好的预感 这是语数科技的官网 我们往下看到最下面 我们看合作伙伴客户这一项 有很多我们都认识的 比如说这里是麻省理工 对吧 然后是史丹佛 东京大学 谷歌 亚马逊 英国的爱丁堡 还有瑞士的苏黎世 还有英伟达 南朝鲜的三星等等 你看这些可以这么说 这些机构全部都是美国 以及他的盟友的机构 所以到时我觉得有这个风险 老实说 我马上有不好的预感 那就是像美国 他们是绝对不希望 中国高科技公司发展壮大的 华为中兴 大江等公司 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他们过去都被美国制裁 不知道这些人型高科技公司 它现在使用的部件 有多少是中国自己生产的 或者是有中国自己知识产权的 万一又被美国制裁 怎么办 有应对措施吗 有备份吗 好 接下来我想说说 从一个文科生的角度来看 人型机器人及人工智能 将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还有有哪些风险 我觉得 我们不要只把这个范围限制在人型机器人 而应该更广泛 那就是我认为是所有的机器人 我的理解是工厂流水线 那种一个机械臂的也算机器人 对不对 还有比如说中国天工空间站 那里也有个机械臂 所以那也是个机械人 另外比如说机器狗 我认为也是一个机器人 而且机器狗是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 还有我觉得无人机也算机器人 不管是人型机器人还是机器人 或者是机器狗 有哪些应用场景 我们可以想象 有些现在已经成为现实了 有些也许在今后在未来成为现实 比如说应用场景 可以考虑到救灾 勘探 比如说地质 深海 太空 等等 对吧 另外在农业方面 也可以出草 施肥 采摘 或者畜牧养殖等等 都可以用这个机器人 另外 因为这几年我父母老了 所以我特别有感触 那就是机器人 特别是人型机器人 之后在护理老人 或者在做康复方面 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还有上次我回国的时候 我去闻广西 有一家好像是锦江之星 它是连锁店 我在广西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小城 在那个住酒店的时候 就有那个机器人 那个机器人是送餐的 在酒店内送餐 比如说送咖啡 送外卖都可以 所以酒店服务 另外餐厅服务人员 我觉得今后 也可以用这种人型机器人 另外 我看到有的视频 也有人型机器人厨师了 现在 还有实用的领域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可以比如说教育 培训等等 外语学习 另外一个就是军事领域 这个目前我们看到 在现代战争已经使用了 比如俄乌战争 比如说以色列 叙利亚 哈马斯等等 都使用了机器人 无人机刚才说了 也属于机器人范畴 我记得大概是七八年前 十年前左右 我第一次看见 波士顿动力 那个机器口的时候 我一看到 我就觉得危险了 糟了糟了 人类肯定会把这个机器口 用作杀人武器 因为我们人类 真的有邪恶基金 没有办法 机器口可以帮人类 比如说负重 或者在某些艰险的环境下 完成一些任务 这都是可以的 但是现代战争 或者是未来战争 绝对会使用机器狗 机器人 无人机等等 对吧 刚才前面说了 无人机已经被使用了 已经用于战争了 比如说你看现在 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新闻 乌克兰放了多少无人机 去炸俄罗斯 俄罗斯又飞了多少无人机 到乌克兰这边 等等等等 有些无人机比如说是大疆生产的 有些是伊朗生产的 有些是美国的 有些是其他西方国家的 反正没有一个国家 比另一个国家更高尚 大家都半斤八两 人类机器人可以用于未来战争 那就是真正的像人一样的机器人了 他们可能有自己的思维 他们可以自己决定现场的状况 向谁开枪等等等等 所以想到这个 我就心里就不好受 不过我想今后可能会朝着 人类可能不用参加战争 反正是机器人参加战争了 这样想来我就好受一些了 另外一个我比较担心的是 机器人或者说人型机器人 将来觉得会越来越多 应用于我们生活或者工作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前两年我回中国去的时候 我就在广州乘坐了一次无人驾驶的公交车 在广州的那个生物岛上 感觉挺新奇的 现在国内越来越多无人驾驶出租车 高科技的应用当然好 但是我觉得很不好的方面 我也是特别担心的 那就是机器人 今后会越来越跟人类抢夺工作 也就是说导致人类越来越多人失业 这难道是我们原来这些科学家 他们发明人型机器人 或者发明机器人的初衷吗 这个科学家他自己发明了机器人 可能今后他自己就失业了 所以从这点来说 也许我们人类本末导致了 把机器人本来是协助人类工作的 变成了今后呢 机器人抢夺人类的工作 那么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从今天中国这个发展 其实趋势已经很明显了 比如说在中国一些生产流水线 原来20个人可干的工作 现在一个机器人就可以干20个人工作了 也就是说一个机器人 现在只留一个人类在那里操作机器人 其他19个人完全失业 那这么发展下去的话 整个人类可能会越来越多人失去工作 失去工作就表示没有收入 没有收入对国家来说没有税收 另一方面没有消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 我们作为政治人物要想到对策 我还是觉得哈 机器人以及人型机器人 他的初衷或者他的使命 就是服务于人类 而不是跟人类抢夺工作 不是跟人类抢夺范围 所以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从政府层面来制定一定的政策 比如说规范机器人使用的领域 另外我觉得哈 既然那么多人类失业了 那么为了保护人类社会正常运行下去 是不是要考虑对机器人引进机器人税呢 这是一个方向 我觉得应该是可能的 也是非常必要的 这个政府的国库才不会亏空 对吧 有了钱才能够好好地照顾自己的人民 可以想象啊 今后也是为了一个发展方向 我认为 这个社会的公民 不管你是刚出生的还是100岁的 每个人 不管他的社会地位如何 都可以得到一份基本国民收入 让你躺平的话 至少不饿死 就是最最基本的做一个人能够活下去 我觉得这是非常必须的 否则这个社会会大乱 因为一旦人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那他也得活下去 对不对 他要活下去 就必须有钱 或者有其他的物资 这样才不能被饿死 所以呢 这一点我认为特别特别重要 那就是真的对机器人征收税 然后呢 用这个税来抚养自己的人民 让这个社会的每一个公民 有一份基本国民收入 比如说按照中国2024年 目前的购买力 可能每个人得到1000块人民币 这样就勉勉强强 不会饿死 就可以活下去了 如果你想创造更多的财富 不想躺平 不想睡懒觉 每一个人可以自由出去工作 你得到的财富是属于你的 当然要交一部分税 对不对 然后做再分配 这样我觉得能够让这个社会呢 正常和谐的运行下去 同时呢 让那些想实现自己目标的人 可以出去工作 通过工作实现自我价值 说到人型机器人 说到人工智能 我还想到另外一点 今后的机器人绝对会越来越聪明 他们学习越来越快 甚至比人类要快N倍 对吧 那他们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获得了大量的知识 比人类的大脑还要更多的知识 他们比人类更聪明 那这怎么办呢 这还涉及到一个伦理道德的问题 他们能够学习 他们有感知 他们今后将会怎么样与人类相处呢 也许到某一天 人类的制造水平 还有人型机器人 他们自己的那个工作能力 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也就是说在未来N年 制造出来的人型机器人 很可能按照目前科技这个速度的发展 今后人型机器人可能会非常的逼真 甚至逼真到真假难分 也就是分不清 那个人到底是人型机器人 还是真正的有血 有肉 有温度的人类 那到时这个机器人怎么样与人类相处呢 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鉴于中国的国情 我还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中国现在不是有三四千万单身汉吗 这些人娶不上老婆 那是不是为了这个社会的和谐 等某一天 这个人型机器人到了以假乱争的地步 那这些人或者有钱的人 或者有那个意愿的人 也是不是应该允许他们拥有一个 或者N个人型机器人呢 这也是一个我觉得伦理道德的问题 有了他们 那么这些单身汉就可以脱单了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解决几千万 中国单身汉的一个方案 另外第四点我有点忧虑 就是今后人类越来越多的依靠 人型机器人 依靠人工智能 因为人类呢 到时可能用脑越来越少 那人类自己的智力会不会退化呢 还有今后呢 人型机器人以及机器人 可能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 他们摄入人类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 也就是减轻人类的负担 那今后人类就变成了四体不勤 五股不分的人 或者人类光用脑 而不用四肢了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以前吧 我看了就是有科学家预测人类今后会怎么样演变 会进化还是退化 好像是为了N年 目前的人类会进步或是退化为有点像我们想象中的火星人 也就是头脑特别特别大 然后呢四肢特别特别细 那个躯杆也特别特别短 反正用我们现在的审美观来看就特别特别难看 我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是这样 好朋友们 你们觉得人型机器人的发展 人型机器人的出现 从你们的角度来说 对人类是好事还是坏事 你欢迎人工智能吗 你欢迎人型机器人吗 科技今后肯定会大大步的往前发展 那你们觉得人型机器人以及机器人 还有人工智能 对改变我们人类的生活 是有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呢 你们有什么看法 请在下面留言 好的 今天话题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